2019年9月29日一段小视频在网络疯传 纳英在澳门商场被偶遇 拍摄者称自己是纳英粉丝 忍不住想和他合影就打开摄像头 多年被狗仔跟拍的经历 让纳英很快意识到被偷拍 心头活气 纳英不管自己的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风波 就一脚踹得上去 口中还骂骂咧咧 可见十分痛恨偷拍的人 随后网上引起渲染大波 不少人认为 纳英脾气不分千红皂白的火爆 引起诸多粉丝脱粉 纳英最后出来解释 曾多次劝说拍摄者 但是那女子屡骄不听 让他忍无可忍 纳英的火爆脾气众所周知 早期他和田振更是闹得不可开交 要不是镜头在 俩人都能大大出手 他们本来是关系和睦的师姐妹 却石头水火 纳英一直不被老实重视 出道后 俩人一直都在争戈腾一姐位置 名面上都不给对方面子 在一次同台表演时 纳英甚至拒绝和田振一起同框 直言和他是不同的人 纳英从不远是想超越田振的野心 当时田振的地位比纳英高 一次颁奖礼上 田振因为迟到被主办方认为耍大牌 就把奖颁给纳英 当田振上来时 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给了手下败将 气得破口大骂 但后台却把他手中的话筒关了 田振有话说不出 当场摔了话筒 事后纳英更是直接开怼 说两人结下两字 有深仇大恨 纳英作为宫中人物和晚辈 让人诟别 后来成名成为年轻人的前辈 他也没有做到很好的表率 2013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决赛 纳英亲手出手 淘汰自己的队员 有黑幕的猜测席卷各大平台 姚贝娜是专业演唱院校出身 更是在之前 独得了全国级大赛冠军 纳英一开始就看中了姚贝娜 想把他签到自己公司 如果答应就帮他拿到好声音总冠军 但是遭姚贝娜拒绝 他想靠实力而不是做关系 相反萱萱听话等是任纳英摆布 所以在决赛中 纳英给萱萱挑选了擅长歌曲 反观姚贝娜本来已经准备充足 却在节目录制前几天 抢着被纳英换了歌曲 难度非常大 迫于压力 姚贝娜还是上台了 结果如姚贝娜担心的那样 他和总冠军势之交臂 这首歌完全把自己的短板暴露出来 其他几位评委赛姚贝娜演唱完这首歌后 都表达了对姚贝娜选这首歌的不解 姚贝娜在舞台上气不成声 此时暗地给他穿小鞋的纳英 贾欣欣地拉着姚贝娜的手 姚贝娜再也忍不住了 生气地对纳英甩了脸子 变相证实了黑幕这一说 纳英为人诟病的 还要夺走刀狼剿相一事 那是刀狼作为猩猩草跟歌手 专辑的销量却比圈内所有人多 只要圈内很多老前辈脸上过不去 纳英虽说作为品位 但也是一个歌手 和刀狼是竞争关系 为了不让刀狼的名气更大 他在媒体面前抹黑刀狼 正称他歌曲态度 那时候很多人都看好刀狼 认为他前途大好 而纳英却因为私心阻拦刀狼 获得应得的奖项 上本该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 沦为纳英的一言堂 网友纷纷开启讨伐活动 继续让他担任任何比赛的评委 2004年10月15日 纳英为男友高峰 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为高姓 最初踏进娱乐圈 纳英喜欢的人是蔡国庆 恋情还没开始 却被蔡国庆扼杀在了姚兰丽 一次宴会上纳英遇到了高峰 他并不是全力人 而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两人最开始交往时 身边的人都觉得两人不合适 但是相爱的人遇到外界阻挠 反而会让彼此的感情更坚定 上头的纳英 为了高峰做出许多不合理智的事 高峰希望纳英能够回归家庭 做一个贤妻良母 但是纳英骨子里是一个女强人 正处于上伤期的他 无法放弃自己的事业 感情让他过于强势 缺少女人味 高峰暗地出轨好几年 对象是一个酒吧著唱女歌手 高峰的私生活混乱可见一般 更为劲爆的是 两个人早就有一个儿子 比纳英儿子早出生三年 受不了背叛的纳英 甚至叫了自己的好兄弟 去掌握小三 就算是再怎么强势的女人 在爱情中也是没有理智的 纳英在多年以后 也感叹自己真是被猪妖蒙了眼 局内人看不清自己的处见 高峰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所以他并不是自己的良配 这样的纳英 有人说他性情中人 有人说他心机深沉 事实是怎样 众说分圆